周三表示将派出补给舰在宣布仲裁结论当天停泊太平岛 有分析就指出民进党虽然声称不会放弃太平岛 但是是否会迫于美国压力 在南海问题上做出不利大陆的举动有待观察 而美国近日批准对台出售最新型的响尾蛇导弹 也被指意在两岸间打入蝎子 台海巡部门周三证实近日将派遣舰艇 执行名称为碧海项目的南海太平岛运步任务 预计在12号南海重裁案结果公布当天 台湾将至少有一艘大型舰艇停泊在太平岛 台官员称对于南部机动海巡队大型舰艇而言 太平岛单趟航行时间约两天半 不过由于强台风登陆 台区将审慎评估出发时间 台媒还报答称因时机敏感 台海军舰艇是否随行当局还在考虑 而针对美军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 推高地区局势紧张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冯世宽 周四在接受质询时表示 台军日常巡逸维持正常 金针控系统全面启动 能够全面掌握局势 菲律宾在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案中 将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列为仲裁标的 声称太平岛是礁而不是岛 为此马英九在卸任前特别登太平岛 以证明它是岛而非礁 后来台湾方面也向仲裁庭递交意见陈述表达立场 假如太平岛作为岛的法理地位 被国际社会认可了 那南沙的绝大多数岛礁就处于太平岛的专属经济区内 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李大为周一表示 鉴于仲裁结果将于下星期公布 台湾方面将会进行各种状况推演 待仲裁案裁决公布以后 将会有清楚的立场表达 李大为说对主权绝对坚持不会妥协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黄崇燕周二下午也表示 台湾方面掌握仲裁案结果出债前的相关讯息 并对可能的情势发展已有推演 黄崇燕还重申了台湾局的三个立场 台湾联合晚报解读称 三个立场的主要原则是坚持主权 不挑衅大陆也让美方满意 包括台湾局将重申各方主张 都要依据海洋法与海洋公约 维持各地区在南海航行与飞行的自由权利 对此法国媒体分析指出 台湾局提出的三个立场 实际是暗中在帮美国说话 而且主称中并没有强力捍卫台湾的南海权益 也没有否定非单方面提起的仲裁庭的仲裁效力 事实上蔡英文上任后 至今未对南海议题进行明确表态 今年4月马英九曾表示 她与蔡英文见面时直言 无论政治立场再怎么不同 面对南海问题立场要一致 台湾望报称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 已经否定绿营智库放弃南海主权的主场 不过当仲裁结果出炉后 她如果顶不住每日压力 贸然松动上述立场 恐在两岸头下超级震撼弹 上海学者邵玉群认为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蔡英文目前最大的挑战 是如何提振台湾经济 仲裁结果公布后 她必须有所表态 但这个表态基本不会跳脱出 此前马英九的说法 不管这个仲裁结果最后是怎么样 但在目前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讲 她没有办法对这个太平岛 或者游行线做一个 完全不同于当初 马英九当局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表述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而且对于这个两岸关系 对于整个地区安全形势来说 都是很大的挑战 另去美国防温新闻周三报道 美国国防部上周五发布公告 其下属的对外合作局批准向台湾出售40枚最新型响尾蛇导弹 以及后续的零件维护与训练 交付工作预计在2019年3月前完成 响尾蛇是全世界第一种实用化的空空导弹 第一种以红外线作为引导方式设计的空空导弹 也是第一种有击落目标记录的空空导弹 美防这次批准售台的响尾蛇 是美海空军联合研制的新型格斗导弹 其基本型AM-9X 是世界上最早复役的第四代格斗空空导弹 具备极强的机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而此次售台的则是2009年首次试射的改进型导弹 增加了数据链和发售后锁定能力 不但具有高灵敏寻标记 不易被干扰欺骗 还有极高的运动性能 可以回转180度直击正后方的威胁物 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 两岸间曾爆发过激烈的温州空战 当时台军就是使用响尾蛇空空导弹 击落解放军战机 这成为世界空战史上首次用导弹击落目标的记录 当前美国正在对台湾的F16战机进行升级 响尾蛇导弹将扩充其原有的武器库 台防务部门称 这批40枚导弹的订单只是一个用来评估F16改装项目的小订单 之后可能会订购更多导弹 这40枚左右的响尾蛇并不是一个大批量装备的做法 而是一个试装的信号 就是说实际上台湾可能是先小批量的试验一部分 那么考察一下这个飞机跟现在台湾现有的F16战斗机之间的兼容性 事实上美国政府2011年曾批准向台出售140枚响尾蛇 但当时批准的并非最新型布拉格2导弹 去年底前美国又批准向台湾出售56枚响尾蛇训练弹 不过台方并没有透露 这次的导弹是对此前项目的升级还是追加的采购 有军事评论员指出 按照美国之前的惯常做法 在大陆某种新型武器裂装后 才会向台湾出售与之具有某种相似特性的武器 这次美国国防部主动升级批准向台出售相伪舍 很有可能是考虑解放军霹雳石导弹已经批量装备 试图继续以对台军售平衡两岸军力 美方评估认为解放军的霹雳石舞和霹雳石导弹的性能 已经超过美军现已AM-9X和AM-120D导弹 此外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在此时进行对台军售 是为了增加两岸间的互移情绪 以防止两岸携手应对南海仲裁 事实上自苍英文上台以来 其向美国靠拢的意图就显怒无遗 而日前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 更是以不同形式接触了多名美国会议员 并与美有关部门官员 国会领导人等通了电话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在周四的记者会上强调 我们一贯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 处理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问题 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 与台湾地区进行官方往来和接触 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要求美方切实的恪守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一个中国政策和反对台独的承诺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两岸沟通联系机制停摆 又遭遇台军巡逢